如果說到這個蒼桃是新港地區的技術融散 拿到社區為了提供到蒼桃作物 除了吃一碗 還會利用到蒼桃皮來製作蒼桃花 這次說在專業老師的端娘子下 是來製作到蒼桃妮卜 創作就是融散的新隔代 蒼桃是新港地區的農地產品 除了可以吃一碗 拿到社區也利用蒼桃皮來製作精密的蒼桃花 這次又找來專業的妮卜老師 來教大家用蒼桃皮來妮卜 我們先等一下再開火讓它滾 要以綁跟渣為主 那當然染色的技法有非常多 但是以長輩來講我們就一步一步 先從綁跟渣這兩個部分來進行 因為等一下剛剛早上已經有準備好 把洋蔥的染液都已經煮好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是把那個 我等一下這邊有示範的一些圖案 告訴長輩怎麼綁 那我們等一下再先進行前眉染 眉染完之後就會開始我們染色的作業 這個可以活動手腳 因為要訓練手部的動作可以訓練手肌肉 所以其實對小朋友或是對長輩來講 都對於手部肌肉的運用都很有幫助 然後再來就是說因為你綁的時候要用力 所以那個肌肉一定要用力 那還要去思考怎麼樣子 就是可以綁出很漂亮的一個圖案 去做構圖 所以這個是要畫腦袋 小虎幾天先來煮蒼頭皮 買了它的天然是素 在老司會鍛鍊之下 中部開始百步用一樣的方式 每個人的作品 算是完全不一樣 都有自己的知識非常趣味 這個洋蔥是我們新工鄉的結識 在地的農產品 所以洋蔥真的甜 我們吃蒼頭的時候 把外面的毛巾拆開之後 我們的環部肺部再利用 拿著蒼頭毛巾 來把它熬成染色的液體 再來吃虎長子 來把它尬它的肥油和肚油 即使廣義 讓他們當作人可以說 用家人的肚子也好 或是用那些肚子 把他打到他最喜歡的那些肚子 表舞會總鑑書這次 這次的社區來試試看 這組長頭禮堡 才發現這個過程並沒有困難 這組的過程是非常了解 而且每個人的創作都不一樣 非常特別 這次的新聞也很好 先講採訪報道